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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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幻生頻道 今天我們要講一個人類文明以來 最常使用的化學用品 每個家庭都用過的工業頻道 每個家庭都用過的工業頻道 當然是超人的方便 每個家庭日常生活中都買過的工業產品 瞬間膠 今天的主題就是 瞬間膠這麼毒 你怎麼還在用呢 三秒鐘這種東西呢 雖然每個家庭裡面都有便利商店都買得到 但是呢 它卻擁有非常精彩的工業歷史 以及化學結構 瞬間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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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瞬間膠蹲完快乾膠蹲 快乾膠蹲 快乾膠蹲完 快乾膠蹲完 三秒鐘蹲 三秒鐘蹲完 三秒鐘蹲完 七雞比錫酸膠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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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雞比錫酸膠蹲完 七雞比錫酸膠蹲完 快乾膠 三秒膠跟瞬間膠 Cyano Acura Anestis 簡稱為CA 我美國人了 美國人 你怎麼回去了啊 回美國啊 怎麼都沒跟我們說呢 那說到底 改變這個工業介入生活的文明便利的人 又是誰呢 柯達公司裡面的 Harry Cooper 柯達就是大家 所耳熟能詳的那個底片公司 但是其實呢 它根本不是在做底片的 其實柯達這間公司呢 在最早期它在做是做化工的 我說人為什麼要拍照 人活著好呢 為什麼要拍照 我們要回問 回頭尾 回自己的尾 回自己的大家生活的尾 回自己的被控人喜歡的尾 什麼樣的照片才能拍得好呢 柯達這間公司呢 它其實擁有成千上萬的化工的專利 在1958年的時候呢 柯達這間公司它合成出了CA 這種可以瞬間接著的膠水 並且非常聰明的註冊專利 不過當時呢 他們成功註冊了之後呢 大家都並不認為它能夠真正的到商業上使用 因為CA是一個非常不穩定的成分 所以它通常送到客人的手中的時候 就硬掉了 所以你會收到一個附化的瞬間膠 它超快 快到你拿到手上的時候它就硬 所以過沒幾年呢 這個Eastman柯達呢 就把他的整個專利賣給了 Locktai這間公司 是的 就是那個一輩子你可能都用不到的螺絲膠 但是你現在日常生活中都能夠用到的瞬間膠 其實就是熱海這間公司去發展出來的 據大家所知 汽車有國產車跟進口車 包包有名牌包跟Lockbeta 而三秒教也有高低之分 到現在呢大家之所以都可以在便利商店 或者是在許多的連鎖店裡面 你都可以買到瞬間膠的原因 主要都是因為Locktai這間公司 它把商品化的關鍵技術 真正實踐在普通大眾當中 我們人類為了讓許多專利不要賺一輩子 所以都會有一個規定的年限 當那個年限到的時候 賺力權就要釋放給世界各地 既然它是一個如此工業的化工產品 那我們今天就來教大家如何Play瞬間膠 在使用瞬間膠之前呢 請你一定要戴上護目鏡 尤其你是有戴隱形眼鏡的朋友 因為如果當天你被顏色的時候 瞬間膠撐到眼睛裡面 那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 而在此做一個工業教學 當你真的眼睛被噴到瞬間膠的時候 千千萬萬不要硬去把它睜開 因為正常來說 瞬間膠它會慢慢的代切掉 這個時候你只要趕快去醫院就好了 而通常一個瞬間膠的背後 它通常會有一個緊急的聯絡電話 我說的是合法正常的瞬間膠 每一個瞬間膠的背後 或者是每一個化工的後面 它其實都會有一個安全資料 but這個東西在很多瞬間膠裡面 硬起來可能厚厚的一疊 所以其實很多不是這麼好的瞬間膠 它是不會附的 反正電話先存好自己保重啊 那為什麼這個時候要打開廠商呢 因為在你送醫院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請廠商提供一些資訊 給你的醫生作為參考 不過當你被黏到的時候 你眼睛已經睜不開 你怎麼看電話呢 所以請在你使用三秒膠的時候 先把它存在手機裡面 02-8978-9713 Hey Siri 打給瞬間膠緊急電話 我的Siri最不咬我 Hey Siri 打給瞬間膠緊急電話 你是說瞬間膠緊急電話 行動電話嗎 對 正在撥打瞬間膠緊急電話 行動電話 欸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我眼睛被瞬間膠黏住了怎麼辦 你沒有傷到眼睛嘛 只是眼皮黏住是不是 對眼皮黏住了 有沒有覺得說那種眼睛刺痛做熱感那種 有稍微有一點 稍微有一點 你先大量沖水把它洗濕掉 我需要提供給醫生什麼 你跟他講說我被瞬間膠黏到 我們那個其實就是一般的瞬間膠 對 不要硬撥喔 你就先沖水 盡量把它就是殘餘的成分級 把它沖掉 沖15分鐘然後再到醫院去這樣 然後你跟醫師交代說 你已經在家沖水沖15分鐘了 OK好 謝謝 OK好 謝謝 真的有用 所以後面的緊急電話是真的會叫你怎麼處理的 我跟大家各位保證一下 我們剛剛的那一段 是我真的想要測看看 到底這個廠商他到底會不會真的 有人叫你怎麼處理的 因為畢竟這種是一個 大家緊急生命安全的重要資訊 剛剛那段絕對沒有誰 我也沒有直接先打電話跟廠商說 欸我要打電話過去喔 等一下你要小心發言喔 沒有 如果有的話我頻道直接關掉 不過重點就是跟大家講 當你買到所有的化工產品的時候 請你一定要享樂背後的公開說明書 然後看完之後再開始使用 好啦那我們今天要來黏什麼好呢 我們黏瞬間交大家應該最常黏到的就是 黏到自己的手吧 現在要來黏一下 加薪三小時 有人要黏嗎 身為老闆最重要是什麼呢 危險的事情老闆來做 最痛苦的事情老闆來做 掃廁這種事情老闆來做 來各位小朋友在家裡面不要模仿喔 叔叔只是為了要跟大家示範你危險要怎麼處理 你想 幹好大一滴啊 黏下什麼 廢話 各位小朋友 各位爸爸媽媽叔叔阿姨們 當你今天幫你的小朋友在做勞作 幫他黏三秒交 結果黏到自己的手的時候該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呢 江湖的方法有非常多種 不過有一種是最快 而且最方便就能解決了 首先 哪一支筆 我們通常不是會硬拉開嗎 硬拉開通常要嘛 是你的這個皮膚在你的下面 或者是你這個皮膚在你的上面對不對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好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來我們把手指拉開 唉 急開坦 我們用原汁筆勒 的筆頭這樣子插過去 然後轉 一定要慢慢轉喔 就是你要慢慢轉才不會痛 有沒有這樣子你就一邊轉 然後手一邊慢慢張開 一邊轉慢慢張開 這樣子就開了 當然有幾個重點啊 第一個就是當你被黏到的那個瞬間 你手不要一直 一直繼續往下壓了 就是你手被黏到了 好你就能夠張開就張開 但是當你如果今天 已經像剛剛一樣 已經幾乎黏住了咧 通常一個比較好的膠 你就用旁邊的這種玻璃效應 你也不用用力 就是慢慢當筆這樣子轉轉轉轉轉轉轉 然後它就會轉開了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手 其實是上面是一層膠 然後我完全沒事了 不過呢如果你家裡面 裡面有很多高科技裝備用手紋解鎖的 那你就插賽了 那我們現在來實測一下 在網路上所傳說的清潔 三秒教的方式 首先第一個用酒精 我們來插它 多一點 沒有用 還在手上 好第二種 用熱水 用溫水我以前的經驗 它是稍微有點用的 但是其實它是因為你的皮膚熱上冷縮 然後才你的毛孔張開 張開之後就閉合 然後它在張開閉合 張開閉合的中間 它就會慢慢幫你把乾掉的瞬間膠 就像脫膜一樣一層這樣起來 好 不過這個瞬間下來也是沒什麼用的 其實呢 處理瞬間膠黏在手上最好的方法就是 不要理它 因為你的皮膚它會慢慢的代謝出一些屎皮出來 所以今天你假設你的手背三板要黏到的 然後醫生他就拿出一隻手術刀 要開始慢慢把你刮分你的手 你就跟他說等一下 請你先去看完超認真少女的頻道 再來爆出一隻 因為我們被三秒教黏到的經驗 應該比醫生多很多 那比較好的瞬間膠呢 它其實都會有一個很神奇的機制 就是它該黏的時候它就黏得住 它不該黏的時候呢 它就會慢慢的剝落下來 所以大家會常常在電影裡面看到會有一些人 把他的手指上面點瞬間膠 其實就是為了要破壞他的指紋 不過呢你不要以為這是一個很聰明的方法 因為當警察抓到你的手 來手打開 然後全部都瞬間膠 然後直接最正確的 他有工作了 不要犯罪 總而言之呢 不管你是買這種小Size的 還是你是買我們這種工業人士在用的大罐的 它其實後面呢或者是它的外盒裡面 應該都會要有一個安全的電話吧 根據台灣的法令規定呢 所有的化工產品的後面 都應該要有一個安全資料 也就是說呢 處理各個緊急危安事件的應變方法 所以呢 當你遇到意外的時候 莫驚慌 莫害怕 用對的方式才不會讓你提到上行堂 那示範了一番 漁民被瞬間膠碾到手的處理方式之後呢 其實有一個方法 讓你一輩子手指才不會黏到 那就是戴手套 那就是戴手套 但是呢 戴手套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觀念 就是請你一定要戴上 化工手套 乳膠手套 塑膠手套 塑膠手套 總而言之你千萬不要去戴棉紗手套 為什麼不能用棉紗手套呢 我來實驗給大家看 等等 這個一磅 其實已經非常危險了 通常瞬間膠 它們最大的容量 裝到僵子一磅 也就是450公克 對我來說它已經是武器等級了 我們等一下要試小罐的 試給大家看就好 好 好了玩完了之後呢 我來跟大家講講瞬間膠到底有多毒 其實呢 所有的化工產品它都是有毒的 在1966年的時候呢 柯達的Herry Kruger就用瞬間膠去參與了越戰 當有士兵受傷的時候 他們就會用瞬間膠的噴劑 然後把它噴在士兵的手上 然後一路呢 到護送它到醫院為止 除了可以減少它的流血狀態呢 它也可以幫助傷口呢 在癒合當中 比較不會被細菌感染 畢竟越南大戰嘛 黑兵不性格 發炸我中蛋啊 一五瓶 一五瓶過來 你這個三秒鐘黏一下就好了 你這個流血很嚴重 不然三秒鐘點一下好了 1970年代呢 瞬間膠已經進入了獸醫的領域裡面開始使用 它會用來修補皮革 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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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看到朋友 頭都探出來了 隨著時代的進步呢 其實現在也有出現手術用的醫療膠 也稱為手術膠 不過其他的成分呢 跟瞬間膠是差不多的 是的 我們整型外科醫師也會用傷口瞬間膠的 真的你哪位 我是厚自然醫師 建立美麗知識 或寫醫學耀眼 你想要熔爐嗎 還是你太太需要熔爐嗎 我算你半價 我不用 如果我鏡頭前面的觀眾序的話 我再叫他找你 好沒有問題 是的我們醫學常用的瞬間膠 等一下等一下這不是你的頻道 而一個瞬間膠裡面的毒性強弱呢 主要是跟它的揮發劑溶劑有關係 其實因為在瞬間膠的成分裡面 包含了丙銅 甲本 跟二甲本 它其實都是屬於揮發性的有機溶劑 但是為什麼這個瞬間膠比較貴呢 因為它全部都沒有夾 所以以前老一輩說的 拔狗話也就是拔強力膠 其實就是在吸甲本 而去除掉以上這些毒性的瞬間膠呢 它其實就能夠用在醫療產業上面使用 那故事前面有提到 柯達他發明了瞬間膠 但是因為送到世界各地 他就硬掉了 於是一群科學家聚精會神的研究 這當中到底包含了什麼樣的東西 他們發現了 對本二分 HQ 對本二分它為什麼很重要呢 大家都知道瞬間膠我們在打開的時候 它其實就會很快就乾掉就會硬掉 為什麼還會乾掉硬掉呢 最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為它吸收了空氣當中的水分 而對本二分 HQ這個東西呢 當它加入瞬間膠 它就能夠壓制空氣當中 跟瞬間膠的反應 壓制你懂嗎 壓制還是抑制 壓制跟抑制有什麼不一樣嗎 你不要這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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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HQ它應該是抑制跟空氣反應 但是呢全世界的瞬間膠呢 其實它全部都有添加HQ 唯獨只有一家沒有家 每一個化學產品呢 它其實跟我們人一樣 都會有一個它自己的身份證字號 這個東西呢 它又稱為叫做CAS Number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張圖呢 就是HQ的CAS Number 而HQ含有的物質危害分類中 會有導致 治癌風險 基因突變 還有補孕 這個就是屬於CMR 這個時候呢我們就要講回 為什麼今天要拍這支片 跟Rocktide這間公司了 就是呢當年他們從科打這邊呢 買了瞬間膠的專利 但是呢卻依然沉浮於HQ的底下 不過呢他們在今年發了一個新聞 他們說在2021年的3月之後呢 再也不用HQ作為安定計了 所以從此之後呢 大家再也不會有因為HQ生不出小孩的問題了 但是你是否想過 難道是你的問題嗎 還是是你隔壁班的問題呢 所以呢以後大家在買瞬間膠的時候 都可以看到旁邊這個黃色HQXX的符號 它都能夠降低以後你在製造人類的門檻喔 雖然說瞬間膠確實有毒 但是你又不得不使用 總而言之呢你在選擇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找一些毒性比較少 而且能夠讓你手確實分離 你不會受傷的瞬間膠 好了這裡是超認真少年 我們現在再見囉 掰步 嗨妹的 你有看到我傳給你的單字嗎 有 我們需要一個真正標準的美國人 來幫我們唸一個那個單字 我剛剛有猜一下 所以我應該可以 美國人你要猜一點 Cyano Acrylate Adhesive 你們在那邊買三秒膠 你們會怎麼講 啊 所以你真的是醫生 是啊 我是有牌的醫師 還有自己的診所 所以你問診的時候 手都會這樣跟人家講嗎 當然不會啊 那你在今天會跟人家這樣掰步嗎 不會啊 這裡是超認真少年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步 Cat就是Creators and Taiwan 是為新媒體創造的 所打造的全新平台 現在 你只要下載Honey Video AV訂閱Cat 就可以提早兩個禮拜 看到我們的全新影片囉 媽媽去